我現在很難攻擊人 我累了 亞倫要走向 Love&Peace的風格了 亞倫竟然掛主持 借貨的好評 出席代言麥謀記者會 導致自己吼出全場 而在平時保養 可不只有把臉顧好 剛剛特別在想 哪個部位的保養 哪個部位喔 心裡的保養 感謝所有的一切 我其實有一陣子 跟人的無同是沒有信心的 就是我很容易 講一講話 我就眼神飄掉 看下去了 這是以往我沒有經歷過的 大概有一兩年 是處於那個狀態 這一部分當然來自於 我自己很多的高高低低 很多的自己的失眼 種種的風波 會造成自己心裡覺得 是不是要再更小心 或是不確定我對人 應該是怎麼樣的一個 互動這樣子 我可以分享一個故事 就是 前陣子我去 新天宮 我就去修行 然後排了一個很長的隊伍 然後再到快要到我的時候呢 突然有一個中年男子 抄著一個外D口音 然後再找你的位子 當下的 那種 假裝的正義感 流不上來 我覺得你一定是要查的隊伍 所有人都用著一個 懷疑跟質疑的眼光 到底要幹嘛 然後這一個 靜默就看他一個人在那邊慌張啊 我們都冷眼旁邊這樣子 然後我想 所以 是我 然後 探斷就對嗎 還是怎麼樣 然後我突然想到在一開始 我在排這個隊伍的時候 那邊的那些 師姐都會給我一張紙 寫自己的名字 然後我就問他 先生您有這個紙 然後他就從懷裡拿出了這個紙 我想說 對啊 他有排隊 那為什麼我要 用這個態度去 對他 我問完之後 所有人都看到那張紙 那個隊伍都看到那張紙 開始所有人的 武裝 恨意全部都放下了 然後我就大膽的問了我後面的人 你願意讓他拍我前面嗎 然後所有人都可以 這就是我的 一個體 體悟 就是覺得說 你的判斷一定對了嗎 是我們太自以為了 我們的正義感 我們包裝了自己 覺得自己很有正義感 但事實上 有時候你不知道 是你自己的判斷 從一開始就是錯 所以這件事情對我 有很大的感悟 雖然只是平常一件小事 但卻改變我那一整天的心情 有一點開心的啦 蠻開心的啦 蠻開心的 這個東西超開心的 這個是很感動的一件事情 蠻豐富的囉 可以寫三天 看滿戲的 哈哈哈哈 三千 差不多囉 OK 好 感謝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